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可能重返白宫 全球经贸体系的震荡与摩擦将再度引发关注 莱特希泽作为特朗普首任期的美国贸易代表 不仅是美国优先经贸方针的主要推手 还曾主导对中国的贸易战 并推动重新评估美国的贸易协议 他的政策强调以关税作为保护美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并对于关税可能引发的报复值怀疑态度 他甚至预见到若特朗普再次当选 将快速实施全面关税方案 这些措施旨在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 并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在他的著作《没有什么贸易是自由》中 莱特希泽挑战了当前自由贸易的主流观念 提出必须重新改写美国的贸易政策 以为工薪阶层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 他认为过去的经贸政策使美国数百万人失业 社区衰退必须采取行动改变这一现状 莱特希泽的思维挑战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 他坚信美国可以同时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拥有比较优势 并主张透过政府干预来创造这一优势 对于即将到来的特朗普第二任期 莱特希泽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他的政策将可能重新塑造美国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聚焦于一场可能再次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以及被称为其背后操盘手的莱特希泽 他的主张不仅一度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影响全球贸易 现在更可能在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之际 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文章的来源是财新网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莱特希泽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 以及他的贸易主张如何可能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莱特希泽 这位生于1947年俄亥俄州的资深贸易律师 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经济政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乔治成大学法学院的深造 随后在全球顶级律师事务所Skadon ARPs Slate MAR & Flom工作 30多年来专注于国际贸易法 尤其是反倾销和反补贴法 致力于拓展美国的出口市场 并为处境艰难的美国钢铁产业辩护 他的政界生涯始于里根时期 在那个时代 他首次进入美国政府 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 参与了著名的广场协议的谈判 这一协议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 同时他还主导了对日本的301调查 发起针对日本钢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战 这一系列举措 展现了他以关税和经济制裁 来保护美国经济利益的策略 在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后 他立即任命莱特希泽为美国贸易代表 体现了两人之间的深度契合 在莱特希泽的主导下 美国开始重新评估所有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 并要求不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的条款重新谈判 他主导了与韩国、欧盟、英国和日本等的自贸协定谈判 以及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墨加协定 在对华贸易上 莱特希泽策划了对中国的301调查 并对价值36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试图扭转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关系 他还负责与中国进行艰难的第一阶段贸易谈判 与中方代表刘鹤多次交锋 2019年4月 当时中国时任副总理刘鹤再度赴美 和美方举行第九轮贸易谈判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赞扬其谈判对手刘鹤 表示刘鹤对改革的承诺是双方取得进展的原因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白宫会面中称赞中国副总理刘鹤 称他为一个好朋友 而且说刘鹤对改革的承诺是美中谈判能取得进展的原因 这已经不是莱特希泽第一次暗示中国支持改革的人在推进美方议程 但彭博社当时的报道说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层存在改革派下注 很可能会失望 对于特朗普未来关税政策的主张 莱特希泽给予了坚定支持 他建议对所有国家的对美出口商品施加额外10%的关税 并对中国商品再加60%的关税 认为这不仅是谈判筹码 更是消除美国结构性贸易逆差的必要措施 在莱特希泽出版的书《没有什么贸易是自由》中 他论述了逐年提高关税的必要性 直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被消除 他还建议特朗普在再次执政时 通过关税施压使贸易伴升值本币 撤销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 并改革美国税制以扩大出口 对于关税可能引发报复 莱特希泽持怀疑态度 认为最终美国及其盟友会组织更好的贸易体系 他坚信 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拥有最先进的科技 其他国家会自愿与美国结盟 莱特希泽将中国视为 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的最大经济威胁 反对中国在WTO的最惠国待遇 声称现行的全球化 自由经济格局不利于美国 经济学家普遍担忧对华关税会推高美国通胀 但莱特希泽引用特朗普任期内的低通胀数据反驳 他强调 为美国工人创造高薪就业 是其政策的核心 认为过去的贸易政策值 提升了效率和企业利润 却造成了大量失业和社区衰败 莱特希泽坚持重振制造业的重要性 认为这不仅关乎经济效益 更关系到家庭稳定和社区强大 他指出 制造业岗位是大多数无学为美国人 迈入中产阶层的关键 面对批评 莱特希泽回应 美国的服务业顺差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 制造业能带来更多相关就业机会 他相信美国在制造业领域有比较优势 通过政府干预 可以进一步巩固这一优势 莱特希泽还批评自由贸易的普遍信仰 认为许多贸易协议实际上损害了美国利益 据报道 特朗普若重返白宫 可能会让莱特希泽担任财长 或其他重要经济职位 莱特希泽已在准备特朗普上任后的贸易政策 其中关税政策将扮演关键角色 从不同角度看 莱特希泽的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对美国制造业的深刻焦虑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对经济全球化格局的不满 他的强硬立场可能导致新一轮贸易摩擦 甚至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刻调整 然而 他对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就业的重视 也引发了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广泛讨论 在未来 国际社会如何回应美国的单边关税政策 莱特希泽能否如愿推动贸易平衡 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因此 理解莱特希泽的经济理念和特朗普政府可能的贸易政策 将是我们预见未来国际经济走向的重要前提 彭博社一篇11月6日的报道则关注到 关于莱特希泽的最新动向 在经济学家们的警讯如雷贯耳的背景下 商界大亨们却似乎无惧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或许 他们已经厌倦了他的狼来了的老把戏 特朗普在竞选中 大肆宣扬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实施高达20%的关税 经济学家们则警告 这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动荡 然而 企业界却似乎有备而来 特别是那些 曾经在他第一任期内历经风暴的老将们 他们相信 无论特朗普这次端上什么大菜 他们总能找到饭后甜点 特朗普的前贸易专员 罗伯特·莱特希泽曾在金融时报放话 全球经济中的保护主义大佬 正是那些持续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 并且美国只是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做出回应 面对这样的胆大妄言 商界人士心中不禁疑惑 特朗普是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扑克游戏 还是他真有实施这些政策的打算 当然 特朗普的名声也让人们有理由怀疑 这位交易型总统可能会被苹果公司的 蒂姆·库克等CEO的游说 或是外国领导人的一个亲吻给劝住 毕竟 在他的第一任期中 许多所谓的最后通牒 最终只是一场场交际舞 话说回来 企业界不仅仅是坐等特朗普的关税大锤落下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 他们已经开始探索新的战略 将供应链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 或是直接在美国本土生产 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中 来自汽车制造商如BMW和本田的高管们 表达了他们的自信 BMW的CEO奥利福·齐普斯 轻描淡写地表示 他们已经在美国建立了足够的生产能力 以应对任何风暴 美国市场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美的 而斯坦利百德的CEO唐纳德·艾伦 更是自信满满 他告诉分析师公司 已经为特朗普的胜利和新关税政策做好准备 策略包括提高产品价格和将生产 从中国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或墨西哥 然而将生产全面迁回美国并不在计划之中 因为这样做不够成本效益 在这场大戏中 特朗普的前代表艾弗雷特·艾森斯塔特指出 这可能是全球贸易系统的一次重新校准时刻 即便保护主义者也承认 广泛的关税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特朗普的当选已经导致美元对中国、欧洲和新兴市场货币急剧升值 这不仅损害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 还可能在美国以外地区引发经济动荡 进而削减需求 特朗普的贸易战略一向是多出口少进口 他的贸易赤字如同一张深陷亏损的损益表 一旦美元强势导致美国企业出口减少 特朗普可能会因为恼怒而加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然而银行界的高层人士私下表示 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应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心中有数 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们也在华尔街和其他地方悄然活动 强调即将上任的总统的关税威胁将主要用作谈判筹码 而非引发全面贸易战 对于这样的乐观主义 一位资深银行家表示担忧 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客户似乎过于心平气和 对即将到来的动荡不以为意 除了关税之外 特朗普还有其他手段可以颠覆全球贸易秩序 未来几年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阿森卡的重新谈判可能会提上日程 这是他第一任期的一项重要贸易成就 特朗普已经对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表示不满 并威胁如果墨西哥政府不阻止移民入境 就对该国进口产品征收严厉关税 特朗普是否能够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可能取决于国会的控制权 尽管共和党掌控参议院 众议院的选举结果尚未明确 但在贸易政策方面 美国总统拥有广泛的单方面行动权 尤其是在可以援引国家安全的情况下 对于那些相信他们能够适应特朗普第二任期 甚至通过魅力打破贸易僵局的人来说 可以效仿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马斯克的崛起 这位曾经对电动车满怀敌意的政治家 如今却被一位靠卖电动车发家的人所打动 还有苹果的蒂姆·库克 2018年8月 他通过与特朗普共进晚餐 成功避免了对大多数中国组装的苹果产品征收关税 库克的论点简单明了 如果政府要提高产品价格 苹果如何能和韩国的三星竞争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 特朗普次日告诉记者 绝大部分苹果产品都避开了25%的关税 这些产品本应与其他进口商品一样 面对严厉的税收惩罚 一些国家领导人也以不同方式迎合特朗普 并似乎准备在第二任期内重施顾忌 意识到与美国的贸易盈余可能带来的风险 韩国官员已经在制定计划 如果特朗普当选 他们将增加对美能源进口 而现在 欧洲官员也在为新一轮跨大西洋紧张局势做准备 回忆起之前的策略 2018年7月 面对特朗普可能对欧洲车征收毁灭性的关税威胁 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荣克菲赴华盛顿试图达成协议 在预定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前夜 两国总统的高级助手达成了妥协 欧盟将购买美国大豆和天然气 然而是否特朗普会接受这个协议仍然不明朗 据接近谈判的人士透露 直到次日 荣克走进特朗普的办公室 给了他一个亲吻 这不仅让特朗普心花怒放 还让他召集了一场玫瑰园新闻发布会 迅速公布这个尚未完成的协议 显然 代表欧盟的荣克和代表美国的本人互相爱慕 特朗普之后在推特上写道 还附上了那个亲吻的照片 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引发的连锁反应 仿佛一场充满谜题的国际象棋比赛 企业巨头们在这个棋盘上小心谋划 试图在全球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然而 无论如何 特朗普的政策将如何影响美国和全球经济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引发经济的震荡 进而影响到美国内外的权力平衡 因此 面对这位常常出人意料的总统 商界和国际社会都需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变化和挑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随着川普确定将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 周三人民币出现两年来最大幅度贬值 离安人民币对美元一度下跌1.3% 是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中国官员对美国大选后货币市场的剧烈波动 也是密切关注 据一位中国交易员透露 中国国有银行在在案汇率达到7.13和7.15左右的时候 积极抛售了美元 减缓了人民币的下跌 虽然一些人认为如果川普大幅提高关税 中国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 以此缓解出口的压力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还是倾向于确保人民币波动不会过度 因此不排除北京会采取一些逆风行动 来减缓人民币贬值的速度 资产管理公司的分析人士表示 人民币在短期内波动加剧 是对川普胜选的本能反应 但是长期价格走势还是取决于 关税实施 美国降息轨迹 以及中国稳定经济的政策力度 新一届川普政府正瞄准中国 他呼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彭博分析称 这一关税水平将会严重损害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 前解放军研究员 现北京国关智库的美国研究主任朱俊伟说 虽然川普的胜利意味着悲观的情况和不确定性 但是在幕后 北京一直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2018年当川普首次与中国发起贸易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北京还处于劣势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但是这一次朱俊伟表示 习近平已经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应对准备 尽管他可能还是会失去很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大校 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周波也说 从心理上来说 中国在再次与川普打交道的时候 将准备的要充分的多 不过习近平更加愿意避免一场 可能比第一轮更具破坏性的关税战 中国正在依赖电动汽车和电池等商品的出口 来提振国内经济 如果川普真的实施关税威胁 那么中国政府将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提振经济 高盛上周表示 对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贸易限制 可能会迫使习近平采取措施 刺激国内消费 而这正是共产党想要避免的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金学家表示 中国很难对60%的关税进行反击 中国将不得不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来应对 这样才能够保住目前的市场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 大约两年的关税威胁和谈判 最终以2020年1月签署的一项协议而告终 其中包括中国承诺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以此消除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 然而大约在同一时间爆发的新冠疫情迅速恶化了中美关系 中国也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贸易战再度爆发 可能对全球贸易造成更大的损害 去年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了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 约占中国全部出口额的15% 如果美国对全部或者大部分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些销售额就可能会被抵消 并且进一步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 华盛顿战略与国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甘斯德经常访问中国 他表示尽管中国官员不想对川普的新关税威胁反应过度 但是他们也担心自己会显得过于软弱 他表示习近平政府可能的应对选择包括 瞄准在中国拥有大量利益的美国公司 出售美国国债 让人民币适度贬值 以及加强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接触 甘斯德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说 北京的态度是想要反击 他们准备好与川普打交道 并且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以牙还牙 如果贸易战争的爆发 分析人是相信 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可能会再次成为首要目标 自川普第一任期以来 巴西就成为了中国最大大豆供应国 现在也是中国玉米进口的最大来源 在这两方面巴西都已经取代了美国 在2016年 美国供应了中国40%以上的大豆进口 但是今年前9个月 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不到18% 中国经济放缓也为北京提供了一些缓冲 对于猪肉以及用于养猪的玉米和大豆的需求 也在下降 这意味着中国对进口的依赖减少了 并且可以更加轻松的将购买 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10年前曾经担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的 周晓明表示 毫无疑问中国会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 而玉米和大豆是容易打击的目标 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可以威胁美国的东西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 已经从2021年的峰值回落 而且北京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在采购波音公司的飞机 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发出的威胁又少了一项 除了贸易关系方面的减弱之外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关系也在萎缩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去年中国对美投资较2019年的峰值下降了近30% 这增加了中国让人民币贬值 降低出口成本的可能性 在2018年至2019年的第一次贸易战当中 北京一度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近7.2 降低了出口成本 而这一次分析师计算得出 要完全抵消美国60%的关税 人民币对美元可能必须贬值18%才行 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达到8.5 这将是自1990年代亚洲金融维基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由于担心资本外流 北京在今年早些时候试图阻止人民币贬值到7.3以上 因此全面调整似乎不太可能 而且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大幅贬值 可能会激怒全球其他的贸易伙伴 而这些贸易国也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大量廉价钢铁涌出中国 就已经促使各国提高了钢铁的贸易壁垒 习近平现在还有一项重要的新反制工具 那就是出口管制 美国也经常针对中国实施这一措施 去年北京限制了家和者的海外销售 这两种金属被广泛应用于芯片制造 通信设备和国防工业 习近平现在还可能会寻求 对美国战略技术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实施限制 例如用于某些半导体设备的T 中国现在也有了更加正式的制裁外国公司的程序 9月份中国有关部门表示 中国将对两家服装企业的母公司展开调查 原因是这些公司不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 北京还对一家为台湾提供产品的 美国无人机公司实施了制裁 禁止他们在中国购买零部件 北京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王辉耀认为 最终中国还是更加倾向于与川普达成协议 而中国现在能做的准备其实并不太多 应对川普中国没有一个领单妙药 只能够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再采取措施 以上就是今天新疯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 中美贸易前景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 学长们警告如果他对中国商品加增60%的关税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减半 北京方面已经做好准备 但却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深深忧虑 同时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在这场国际博弈中扮演出关键角色 作为全球首富 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庞大 若能促进中美之间的商业合作 或许能成为缓解紧张局势的关键 特朗普对马斯克的战域 更是让人期待他在未来的政策走向中能发挥影响力 然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会让他放弃对亚太的战略影响 他可能会要求盟国增加防务支出 并且在科技和数据战方面不会对中国手下留情 这一切都使得中美之间的博弈更加错综复杂 在这场国际决力中 马斯克的角色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着中国寻求内部改革和加强国际合作 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变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场历史性的竞选中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令全球市场为之震动 尤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特朗普以其高关税政策而闻名 他的胜选预示着中美贸易可能再次受到重创 根据瑞银集团的报告 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出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 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因此减少一半以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陆明辉教授指出 中国对此深感忧虑 然他们也在为可能的贸易冲突储备策略 而在这场纷繁复杂的国际博弈中 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的角色觉得关注 作为世界首富 马斯克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 他的特斯拉公司有一半的电动车都在中国生产 特朗普在胜选后曾大力赞扬马斯克 并透露可能会在企团队中为他提供重要职位 南洋理工大学的朱峰教授认为 若马斯克能够有效地强调中美之间的商业利益合作 他可能会成为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力量 马斯克的商业敏锐度和全球影响力 或许能够影响特朗普的政策走向 使中美关系朝着一个更可控的方向发展 然而特朗普并非孤立主义者 尽管他反复强调美国优先 陆明辉教授认为 特朗普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驱动下调整起立场 不会突然放弃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 其实他可能会要求日韩等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 继续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南京大学的朱峰教授也表示 特朗普重返白宫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策略 只是手段或许会有所调整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并未对此次变局感到措手不及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闭幕 预计将推出新的措施 以化解地方政府载步 甚至不排除在特朗普顺选后 进一步增加财政刺激的力度 增加财政刺激的力度 增加受观察到中共二十大报告和三中全会的决策中 已经强调全方位策划改革开放 以应对国际压力和经济结构调整 面对特朗普可能的高关税政策 中国政府选择了积极的改革和开放策认为 朱峰教授认为 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在特朗普执政下 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变化 但中国会继续推动美国回归到中美2011月 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他表示尽管当时的协议因疫情而未被落实 但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 解决贸易冲突仍是双方可行的路径 在这个紧张的局势中 马斯克的角色变得愈发重要 他的生意决策可能成为缓解 中美贸易摩擦的一剂两药 如果马斯克能够带动美国商界 强调中美合作的互利性 或许能在特朗普强硬政策下 找到一丝喘息之机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 马斯克既是伪商业巨头 也可能是未来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变量 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 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构建 以及马斯克在其中能够发挥的具体作用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倾向明显 但马斯克的出现可能为中美关系 带来新的企迹 在这场国际大戏中 马斯克可能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X星数 影响着未来中美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互动 在特朗普胜选的背景下 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但也蕴含着潜在的合作机会 如何在对抗与合作之间找到平衡 将是特朗普二时代全球关注的焦点 随着中国加强内部改革和国际合作 以及马斯克可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中美关系的走向 仍有许多学念等待揭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 可能再次重挫中国经济 这无疑成为北京最大的心病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放话 要对中国商品加征60%以上的关税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根据瑞银集团的报告 这一政策恐怕会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打个对折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都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能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个假设问题可能很快就会变成现实问题 那么中国会如何应对特朗普的税务风暴呢 学者们纷纷表示 北京已经在为特朗普2.0做准备 新加坡的骆明辉教授表示 中国一直在攒弹药 准备应对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 中国也在考虑增发10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以便在特朗普胜选后加大财政刺激力度 看起来激烈的经济对抗站在极 双方都在磨刀磨磨 在这场美中对异中马斯克的角色备受学者关注 作为世界首富 马斯克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特斯拉一半的电动车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新加坡的朱峰教授指出 如果马斯克能够推动中美商业合作 纠正拜登政府脱钩的政策 或许能成为调和美中关系的关键棋子 特朗普对马斯克赞誉有加 甚至想让他领导政府效率委员会 这位硅谷大亨能否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 成为中美关系的缓冲器 真是让人拭目以待 当然特朗普回归白宫后 不仅仅是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朱峰教授认为 特朗普在科技战 数据战中也不会给中国留情面 同时 特朗普生意人的本色 让他更倾向于从商业利益出发 处理国际关系 而不是拜登政府那种 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盟友体系 特朗普可能会要求日韩非等盟国 增加防务费用 这与他的美国优先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如此 洛明辉教授指出 特朗普可能会比他的竞选言辞更中庸 不会完全放弃亚太地区 总的来说 特朗普2.0可能会是一场更加激烈的美中对抗 在这场斗争中 马斯克的商业影响力可能是个重要的变数 在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双剑合臂下 美中关系能否迎来一丝缓和 还是会演变成新的冲突焦点 这无疑是接下来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 最值得关注的事态发展 未来充满变数 静观其变的同时 也需做好迎接各种挑战的准备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入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其实西方人看其他的国家和文化 往往与看自己的国家采用的是相当一致的视角 但是这个视角本身可能存在偏差 那比如说美国 美国有一种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自己的股市的迷恋文化 那如果您在美国生活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 不管是在机场的休息室、酒店的大堂 还是酒吧 屏幕上放的总是股市的消息 当天的股市行情 在这种对于股市痴迷的文化中 股市的表现往往被迅速地等同于跟经济的整体表现 而说到犯这个错误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就是美国的前总统川普 但是我们知道 在大多数的新兴市场里面 不仅仅是中国 经济进步和股价之间的关系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而中国在这一方面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 那你看到过去的五年、十年、二十年 这个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不断降低 预期生命不断提高 教育水平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 行业内的生产力都出现了明显的改进 但是你看股市的回报 关键指数那真的是惨 所以对于痴迷股市文化的美国人来说 大家就会看到说这个股市这么差 那这个基础经济以及融资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说法看起来十分的诱人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对的 盖夫先生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说法 他说呀说现在呢 媒体啊不管是向观众还是读者收费 不管是通过流媒体订阅 还是杂志的这个发行费用 向终端用户展示的呀 仍然是客户的形象 但是真正的客户是什么呢 美国最大的广告客户之一是医疗保健行业 另外一个大广告客户是什么呢 奢侈品行业还有汽车行业 但是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 媒体虽然说是有广泛的观众的来源 但是也是自己所在国家政策的某一种反应 同时也是政府资助以及政府消息来源的这样的一种 我们叫做得益者 特别是报道国内政治的媒体 哪个记者和美国官员 或者是和本国所在的官员走得近 关系好 拿到一些独家的大料 往往对于记者本身的职业生涯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在戴夫先生看来 任何人呢 都很难从这样的一种叫做甜蜜的奶源中自拔 那我们也说现在美国政府每年花三点五亿美元来支付独立媒体 但是连续五年支持独立媒体的这个法案叫做反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其中就提到要提高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其他具有战略或者政治目的的经济倡议以及经济胁迫行为的负面影响的认知和透明度 那我们说查理蒙格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告诉我激励机制 我就能够告诉你结果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对政府负责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之下 特别是在与政府搞好关系可以大幅提升媒体与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手与手套之间这种紧密关系的媒体氛围中 大家呢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就是是不是对于媒体传递的负面新闻背后的动机要有更多的考察 当然盖夫先生自己也承认啊 说这呢只是他的一个猜测有一点阴谋论的意思 但是他说现在比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在评估媒体报道的时候 扪心自问谁是客户谁是产品 不能反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这种变化 或者是不能反映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 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很糟糕或者是很好 而是说呢中国自己对这个经济市场的这样一种恐慌 这种恐慌啊在十年以前就已经由于股市的大崩溃啊 得到了一个停止 最近十多年这个中国的股市基本上是十多的这个十年啊 只有监管啊没有这个发展啊这个是一个大的这个背景 当然你即算是在西方啊这样一个非常啊这个丰富的经验的这个华尔街啊 那股市跟经济的基本面有时也是脱离的 因为股市和股市有时候是大的一种预期 有时候是一种潮流 有时候是一种投资的一种技巧 它相当的这个既专业又复杂啊 同时又很这个诡异 当然美国人啊在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已经他的这个财富啊跟这个股市连接在一起 这是很难啊一下子改变的 我跟一些朋友在一起聊天 或者是在旅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现或者吃饭的时候 他就会经常逃出手机啊 来看看股市的这个状况 是因为他的财富啊跟这个股市连接在一起 中国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股市的狂热 但是由于跌得太惨 又失落了这些年 股市是成为很多中国股民的一个心统 现在啊经过了十年之后 中国正在恢复啊对股市的这种信心 习近平也好中国政府也好 似乎还是要把股市呢能够发展起来 如果中国的经营市场不建立起来 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力啊 光是靠政府的财政啊 光是靠这样一种调整啊 这个企业的自我伸张 还是有巨大的这个缺失啊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那至于讲到这个西方的媒体和政府的关系啊 这个呢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我们又必须呢面对的一个话题 讲到这些媒体啊 我们是经常悉慕啊 佩服那些西方的媒体人啊 可以跟总统 可以跟总理 经常呆在一起 一起做专机出去 一起呢在一个办公楼里面办公 经常喝喝咖啡 经常吃个饭啊 或者是更有广泛的电话呀 或者是电邮啊 或者其他的这种交流 那这也是西方的大媒体的一个主要 一个表现 你看看美国的这些媒体 并不是像这个很多人想象的 美国的媒体就非常关心民众的这个生活疾伙 其实很少 美国的大媒体里很少扮演一个道德的姿态 好像要去拯救这个世界 要去关心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这种事件 很少很少 大部分的精力啊 都花在报道这些最顶尖的政治的这些事情中间来 当然有一些事情反映了西方媒体的这种勇敢 他们经常揭露啊 这个权贵的这个 这个滥用权力 或者是权贵的各种这个丑闻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 你可以发现实际上相当多的声音 相当多的来源啊 是来自于跟政治有关系的一种指引 尤其是在国际新闻方面 在国内的某一些政治方面其实都是非常之明显 但是你必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养自己这种针边能力 你才会知道通过消息来源的呈现 或者是消息内容的一个可能性的效果 你才能去推动去啊 这个信息的这个来源 我曾经判断这个伊朗的抗议事情的时候啊 我就注意到伊朗的很多的抗议事情的消息来源啊 是来自于华盛顿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到底是流亡组织的所谓 还是政府的某一种宣传所需 还是说这些消息就急证到了华盛顿 我当时就是有一种感觉的一种异样 比如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的观众讲 战争一响 这个首先打掉的是真相 其实不管是什么政府在这个时候 尽量的做的都是宣传报导 那么宣传报导可能来自于中方 可能来自于政治组织 可能有的就直接来自于这个政府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的被操控的这样一种新闻 尤其是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如此的这个紧张 那原来有一些机构做的这个事情呢 我是不太相信的 比如说去动用社交媒体 去恶意的去丑伐对方 我已经都觉得政府怎么会干这样的行为 现在根据西方媒体一下报导 那么这个政府有可能就做这种事情 这个对于我的这样一个 这个是非常敬佩这个新闻专业的 这样一个媒体人来讲 还是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对内心的这个世界 甚至可以说是有了一种伤害 但是极大多数的观众受众他未必清楚 未必有这样一个争辩的这个能力 这也是今天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很多人产生了这个错乱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因 原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最近十多年来 我注意到社交媒体对大家认知的这种伤害 但是只有最近几年才注意到政治力量 有稍稍适议的 有意的去扭曲 或者是引导这种 这个受众的这个信息 观点 这可能呢 伤害一样的非常之大 最后面是伤害的谁呢 伤害的可能不仅是 这个受众或者对方 甚至可能最终呢 也会伤害自己的认知 以为自己宣权的 已经达到了他的这个效果 其实事实上呢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的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 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华尔街论坛的直播的这一部分 那么美国大选呢 是基本上尘埃落定了 那么在昨天的这个美东时间的11月6日下午啊 美国现任的副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在他的母校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这个霍华德大学 发表了一番讲话 是正式承认自己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败选失利 也表示呢将帮助美国的前总统啊 这个此次再度当选的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呢 要以及他的团队完成一个平稳和平的政权的交接 那么其实在昨天早些时候啊 这个贺锦丽啊也和川普啊打过了一番电话 那么在这样一个十二十一分钟 十二分钟的这个现场的演讲中 那么贺锦丽强调我们必须接受竞选的结果 并表示早些时候已经和川普通过电话祝贺他当选 并表示要帮助川普以及他的团队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 那么贺锦丽也补充说啊这一场斗争呢是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胜利 最后贺锦丽是以一句格言结尾 这句格言翻译成中文就是啊 只要在只有在足够黑暗的时候呢 星星才会显现 这个贺锦丽的败选演说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絮 那么在贺锦丽上台之前呢 有一只深色的松鼠是跳上了这个现场的一个演讲台 那么在结合到在之前啊 因为一个这个叫做花生的松鼠被安乐死 印发的网络上山呼海啸一边倒的一个声势啊 也有人调侃这个是不是花生借他的同伴借师还魂 来到了贺锦丽的败选演说的现场 当然这个呢也只是一个戏言 但是对于贺锦丽这12分钟的讲话 大家觉得啊是很客观 还是说是他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出最为精彩的一次讲话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自己注意到的是啊 这个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可能更熟悉的蓬佩奥 是睿评了一番贺锦丽的演讲 那么前国务卿兼中情局局长啊 这个福克斯新闻的撰稿人啊 以及写过一本叫做永不退让这本书的蓬佩奥 是在这个一个节目中 是公开点评了贺锦丽的这一番败选的演说 首先啊在点评之前呢 这个蓬佩奥也说啊 他相信川普会组建一个有能力且专业的内阁 那么更为被大家所关注的是 蓬佩奥此番点评贺锦丽的败选演说 那蓬佩奥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听到他的演讲时 我想啊你还是没明白 他指的是贺锦丽 他认为贺锦丽依旧不明白 为何你在纽约和新泽西这些过去 明珠党候选人表现更好的地方 如此彻底的被拒绝 这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 普通爱国美国人的生活 但是呢他却仍然在说 要为他所曾经争取的那些东西继续奋斗 而他的政策纲领 那么在这个11月5日开票业 在全美各地都遭到了彻底的拒绝 那么另外呢 可能和蓬佩奥这番话相呼应的是呢 金融时报啊 在昨天有一番这个数据上的点评 是为大家分析了投票地图 那么综合金融时报的这样的一个 看起来是非常可怕的红潮地图 你可以发现那么在全美的50个州 只有犹他州和华盛顿州 对于这个共和党的投票是出现了减弱 而在其他的几十四十几个州之中啊 那么这些地方对于共和党投票的趋势都出现了增加 这可能或多或少都说明啊 这个大家是对于民主党在过去四年的执政 是感到非常的厌倦 而迫切需要改变的一种心态 如何看待昨晚贺锦丽的败宣演说 以及这个蓬佩奥 这个也是一个公众人物的点评啊 何明先生 昨天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 我在看这个贺锦丽副总统的这个演讲啊 不看了一下以后没有完全看下去 并不是他的演讲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 而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 你要去看待一个美国的一个女性好行人 她在美国本来有一个机会 创作一个历史 但是呢 失去了这样一个历史 我还是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虽然我不论说 是一个她的政策的一个坚定支持者 都谈不上 我更多的就是从女性的这样一个角度啊 觉得比较失望 当然你选举 作为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你由选民来决定 你是合适的还是不合适 那现在的选民已经做出了一个结论 也就是班农政府这四年的执政 不但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纠正了川普执政时期的问题 甚至呢很多的问题制造出来了比这个之前的问题还要严重 老百姓的这种希望生活改变的这样一种欲望 已经超过的一切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帮助我改变现在的这种生活的困难的情况 这是这一支选举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 那我们作为一个华文的这个媒体啊 其实以前就试图跟大家介绍 美国的问题不像一些媒体所宣传的那样一种美好 美国当然是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也是一个实际上最了不起的一个国家 那么否则我们也不会来 但是呢美国所存在的深层次的这些问题啊 确实非常严重 那我在四五年以前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万斯的这个书 《杰王乡村杯葛》 我后来就跟我的很多朋友讲 实际上这种乡村的杯葛啊 是反映在不仅是在乡村 其实城市的杯葛比大家想象都要严重 尤其是最近几年的通货膨胀 造成了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压力之大 你无法的这个想象 你现在在美国的很多的餐馆 你很少看到这个人亡为犯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很多餐馆不要说餐馆 就是早几天我还专门出了一个美当劳 美当劳现在是最便宜的一个推销嘛 小杨跟我讲了几次 花了六块钱 买了几个东西 但是即算是这样一个这么低价的一个推销 美当劳都没几个人 那你看看比如说其他的地方的那种商场的倒闭的这种情况 有时候中国来的朋友跟我说 现在中国经济多么多么糟糕 我说你要看看美国啊 美国的经济也很糟糕啊 所以有人说你老是把中国的问题跟美国问题比 但是我认为只有这样比 你才会对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 有了一个比较的这样一个看待 当然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是关心这个美国 简单即是一句话 就是民主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因为未来几年它能不能重新起来 那一个要取得于民主党自己是不是更正确的了解到民众的这种要求 第二个呢就要取得于这个川普总统他的这个团队是不是跟第一届一样 还是说呢他有很大的这个进化 能够解决现在大家非常焦虑的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要不仅仅在数字上好 要对这个大家的改善这个生活要非常好 那当然现在你可以看起来这个商界是有非常大的期待 昨天的股市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说明 就是大家对这个川普是有很大的这个期待的 但是我觉得民主党现在简部检讨已经不重要了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是个反对党 它是一个来跟这个来牵制 来制约来反对这个这个 这个川普的这么一个政治力量 它未来有没有力量 现在中院院还没有最终结果出来 如果中院院也有这个共和党控制的话 那川普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大 如果有了民主党的控制的话呢 对预算呢 对很多方面还是有一些呢 这个牵制的力量 但是不管怎么样 民主党还是在美国是有它的一个反对的 反对的一种地位 所以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在六道聊天室里在讲 你要去追究民主党所存在的问题实在实在太多 但是这个时候还有意义吗 这个时候真正的问题是 共和党会干的怎么样 或者是川普会干的怎么样 他们如果这四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六年 对吧 那可能下一届又是民主党 转头重来 那是不是贺锦丽我们现在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干的很好 那很有可能共和党就相当长时间执政下去 因为共和党这一次取得的成就是 不是说压倒性胜利啊 是历史性的压倒性胜利啊 对吧 这么多的人不去投票 这就是一个非常 一个注定的民主党的失败啊 因为民主党他靠的就是更多的 他的这个支持者去投票 那现在他的很多的基础的支持者都没有去投票 对吧 那然后这个川普的这个阵营的力量 又是如此的抓住老百姓的这个要求 他不是讲太多的讲个人性的东西 更多的就是强调我们要解决现在的问题 川普现在的这个 他最大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呢 就把问题告诉你们 所以像老百姓感觉到 哎 你真的是注意到了我们的问题 对吧 那民主党是因为他更多的是强调价值 更加多的强调美好和希望 这当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但是呢 让这个民众感觉到你还是没有注意到啊 对不对 我去餐馆出不起啊 我到这个商店去买东西 价钱翻了几倍啊 对不对 然后我去送孩子上学校 学校的学会达到十万 甚至更多啊 社区学校 不是社区学校 你这种 州立大学也达到几万块钱啊 对不对 房贷啊 如果你去买房子 你根本买不起啊 那个房子的那个贷款的利率高啊 对吧 你包括昨天的这个股市 这个地产股大跌嘛 还是小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跌了 其他股市都在涨 那就是大家现在买不起房子啊 那这些问题 这个四年确实民主党丧失了很好的机会 没有抓住 太多的东西在耗费在这种大爱无荡的 这种空洞的这种国际联盟中间 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反而造成了一个 现在啊 这个很灾难性的一个俄乌战争 所以很多事情 老百姓不是很关心天下发生什么事情 你去问问多少年前知道家事在哪里 你去问问几乎在哪里 你去问问俄乌战争怎么回事 大家不是那么关心的 全世界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让我生活的更美好 那这些年 就是让老百姓感觉到生活不美好 就是生活压力很大 这是一切一切的原因 其他的东西都是学者啊 或者人权人士啊 或者是意识形态者啊 他们加上去的 对吧 真实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选举之后又是 又是另外一个游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要去再去指责贺锦丽亚批评了哈里斯啊 或者我这都没什么意义了 你觉得哈里斯做得很差吗 我也没觉得她做得很差 对不对 她作为一个女性正开上来 当然很多人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我就不想再来评论了 也没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她已经是个失败者 失败者承认对方成功了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品质 现在努力配合好这个政权的和平交界 比什么都有价值 这也就是她的这个职责所在 赫锦丽未来会1月5号吧 还是1月几号 对吧 宣布这个 认真当选 还是哪一天 对吧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民主品质了 你觉得这个时候还去讲 赫锦丽一万千人缺点 你觉得有意思吗 好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那么对于 华尔街六都啊 谈到的川普的这个历史性的大胜啊 可能也是恰逢这一个 美国民众求变的急切的心态呢 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 其实就为大家梳理了 为何川普能够拿下一个经济至上 作为唯一关切点的美国大选 一方面啊 专家是认为美国的经济形势呢 一片大好 但是普通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 有大约40%的选民认为啊 经济是他们的首要关切 远超其他的议题 而这些选民中有近60%支持川普 有38%支持其他候选人 许多人在投票的时候 并没关注经济增长的势头 或美联储的潜在软着陆的 这样的预期 而是考虑到自己周边的经济学 考虑到自己生活成本的高涨 以及难以实现的梦想 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 是在今年陆陆续续采访了数百名美国人 了解他们对经济的看法 这样的一篇采访揭示了官方经济数据 与普通民众持续悲观情绪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鸿沟 尽管一直是执政的民主党 夸耀经济的强劲表现 但许多选民认为他们所知的经济已经是破裂了 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这里暂时提一嘴 在后面我们会对这篇文章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 也为大家找出为何川普能够拿下这一场经济至上的大选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六度的所有的内容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几个正式的话题